大家好,我是麒麟兒,好久不見啦 看你了,S4,S5,忍手一隊無奇嗎? 對不起,我沒有無奇,沒關係 或是想玩點祭兵,但是你的三四陣已經被用掉了呢? 我跟各位介紹一個隊伍 沒錯,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隊伍就是單核心的魏琪 那我們的主將就是夏活淵 夏活淵也是這個陣容最重要的角色 有些人會認為夏活淵他不就是一個邊角料的武將嗎? 但是在裸一血彈出現之後,他搖身一變 變成非常非常強力的武將 我們看到他自帶戰法的部分 為什麼他會變成強力的武將? 江行騎擊,普通攻擊之後 對敵軍單體造成一次兵刃攻擊 若命中敵軍足降時,則會此期進入技窮 會持續兩個回合 這是一個發動率高達60%的一個非常高的突擊戰法 並且他有傷害有控場 就是攻防一體的一個好戰法 從自帶戰法我們也可以看到 夏活淵也是需要多塔普攻角色 而裸一血彈就是讓這些要靠普攻打傷害的武將 可以發揚光大的一個最重要的戰法 以及他一定要搭配裸一血彈 那我等一下再跟各位介紹 我們的戰法兵書以及替代戰法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幾張戰報 第一場就是我們看到的是 S、S五常看到的無奇 對方是滿配的無奇 那我們的夏活淵也是把對方打乾 而且我們只有22000兵 是發生什麼事情? 首先對方先攻 開銷 對方是有 靈筒是有放到孫上香的喔 不是 不是齁 就是放在靈筒跟周太的那種 然後先攻打我們 我們夏活淵 發動普通攻擊 因為 我們有橫歌藥嘛 所以我們有普通攻擊有增傷 好 然後江行奇蹟因為配上虎暴技 虎暴技 所以我們的 發動率提高到了70% 看到我們江行奇蹟打到孫上香 1500 然後發動暴力無人打到孫上香 因為我們第二個戰法帶也是暴力無人 暴力無人是一個有傷害 並且他可以給對方造成混亂的一個戰法 因此我覺得他是一個不錯的突擊戰法 有些人會帶一起當千就看個人 好看到我們造成的傷害每一下都是非常的痛 我們看到我們的第二次普攻就打到孫上香身上 然後打了江行奇蹟打了1600 孫上香只剩3000滴 發動暴力無人就打周太 OK 我們往下看 我們看到孫上香 看一下喔 孫上香 他雖然有混亂但他還是有打到我們 所以他不是自己打死自己的 OK 看我們夏侯淵 夏侯淵依舊靠著他非常高的傷害 對周太發動普通攻擊打了800多 然後有發動戰法嗎 有發動江行奇蹟打了1200 然後發動暴力無人打到周太身上 OK 然後對方握心長膽 因為我們夏侯淵單和夏侯淵怕了什麼 就是夏侯淵先死掉 然後或是夏侯淵被控場 因此我們最後一個武將帶也是郭家 讓我們的夏侯淵不會受到傷害 就是不會 就是可以減傷又不會被控場 不小心口誤 看到孫上香有 剛剛應該是有吃到香情奇蹟 那沒有注意 來孫上香對少造造成傷害 孫上香又打了我們郭家 哇我們混亂有跟沒有一樣 沒關係 我們看完這一場 接下來是我換我們的 我們發動攻擊 江前奇蹟打600多 周太已經死掉了 被我們打死了 又發動暴力無人 這次混亂的是 靈筒 發動江前奇蹟 讓靈筒又技窮又混亂 然後身上香被我們打死了 OK 接下來四五回會不用看 因為他只剩靈筒跟 身上香 各位有看到這一隊呢 主要是靠著夏侯淵一個人的輸出 跟控場 然後曹操他還可以為隊伍帶來增傷 然後我們帶刮骨療毒跟風史陣 然後國家他就是可以給我們減傷 因為遲遲的失敗有減傷 以及我們的免控 我等一下會再跟各位介紹戰法 但這就是我們的這個搭配 我們多看幾場 打這個 我們有1萬5的兵打這個浮成功 我們也是打了他1萬4 1萬5打1萬4 但是因為我們是1萬5打2萬3 反正什麼事 我們發動了5次江前奇蹟 玻璃無刃 所以這一隊拿來當PONCE也是非常兇悍 看一下喔 這場 我們滿兵打1萬6的316 被我們秒殺 而且 像夏侯淵這樣的武將 因為他可以 他如果打到江前奇蹟打到主將的話 會祭窮對方 因此打316如果祭窮到一兩次 那 316就直接是廢掉了 那這一場是 夏太皇這是開荒陣容 但是也是會有人拿來打架 我看到我們1萬 我們只有1萬7的兵 是直接把對方打乾 然後戰法對方帶的是 生氣3日得衝手起到落 欸這個帶的比較奇怪一點 沒關係反正就是被我們打乾 好這個是打比較普通的位祺 我們是2萬6打他的 就是因為他是沒有假許的 我們也是把他打得不錯 夏侯淵發揮都相當的好 好這一場是打一個 諸葛亮龐統跟趙雲的 我們是1萬5的兵 去打他2萬3 那也是打得還不錯 就是可以拿他來PONCE 可以把對方直接碰殘 好我戰包先到這邊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戰法跟兵書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看到戰法跟兵書的部分 校淵的戰法 裸一血戰跟暴力無人 裸一血戰是核心戰法無法替換 暴力無人就是我們想要帶一個 傷害性的突擊性戰法 配合裸一血戰 兵書帶的是作戰 一鼓作氣 武略跟聖戰 曹操帶來的戰法是 鐵騎驅馳跟風石陣 兵書是軍行 嚴正引帶跟進興 那剛剛我們那個號組的帳號 是帶刮骨沒有帶鐵池 是因為鐵池太貴了 如果你有鐵池的話 鐵池的話還是要帶他會比較好 那兵書是軍行 嚴正引帶跟進興 嚴正引帶可以讓我們的曹操替夏浩淵 去承擔傷害 可以讓夏浩淵有更好的輸出空間 顧家的戰法是虎暴技跟橫歌藥馬 兵書是九變 熱敵之側跟眼驅 這都是比較基本的 好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夏浩淵的替代戰法 裸一血 但是核心戰法不能替換 然後夏浩淵 全無力加點 暴力無人你可以換傷害更高的一起當千 或是百溪接鷹 就是發動率比較高 但是傷害就沒有一起當千那麼高的一個戰法 好 接下來看到是曹操 全智力加點或是智統各半 封死陣也是非常重要的戰法 要不然因為你是核心 就是你的單核心陣容 如果你沒有帶封死陣的話 傷害很容易不夠 如果你有鐵騎驅持 那你最好就是封死配鐵騎 如果你沒有鐵騎 就是封死配刮骨 或是封死配戰兵 都是不錯的 接下來是郭家 全統率加點 我們是帶的是虎暴技跟橫歌藥馬 如果你沒有虎暴技的話 你也可以用西藏鐵騎 沒有橫歌藥馬 你就用帶個奇蹟阿夢 然後減少對方的傷害 讓我們下回又可以多打一些傷害 好 最後我們進到的是我們的烈士體系 因為這一隊 你基本上可以當成碰瓷隊在 碰瓷隊在玩 因此就沒什麼優勢的問題 就是 反正你就是撞就對了 但是有幾個就是你換 基本上是 絕對換不到東西的 像是橡兵體系 通常他的減少都非常的多 就跟我們第二點一樣 有非常高的減傷 你很容易會換不到這方的血 因為你強了 最強也是錢傷回合 那機型陣類型 為什麼會強叫機型陣 因為機型陣就是 為了防範這些 主將傷害非常高的隊伍而存在的 因此如果你遇到 減傷高的隊伍有機型陣阿 這種的你就不要打 那橙甲兵是冰倫隊伍的克星 也不要打 那今天我對魏琪的介紹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影片的通知喔 那大家下次見囉 大家掰掰 I've been high I've been high Lately I've been high I've been high I've been high Lately I've been high I will not know when nobody knows I will not go when nobody goes I lost my way But I found my fighter's destiny I don't wanna look back now Cause I know that I don't need your love I won't let you take me down Cause lately I've been high